感恩 Hello大家好 我是放輕鬆樂器店長小賴 今天呢 要為大家介紹 彩虹人Anunu 2019年最新發表的款式 MC10 彩色鳥系列 OK那这个系列一共推出了五种的颜色款式 那也配合两种全新设计的琴带 这个我们待会为大家来介绍 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颜色 那第一款呢就是我手上拿的这一款 这个叫阿罗纳蓝 它是比较像是粉蓝色的感觉 OK那第二款呢是活珊瑚菊 这个是比较偏像粉红色 那再来下一款是杏奶白 那这一款白色呢它不是死白的感觉 它会带一点点灰灰的感觉 所以有点奶茶的feel OK再来呢下一款宁静灰 那这个灰呢是浅灰色 跟一般我们常见的铁灰色会比较不一样 那稍微浅一点 那最后呢是光灰金 就是黄色的feel 土黄色的感觉 大地细feel OK那我们马上来看一下这一款新设计的吉他 它的整个吉他的配置 面板的部分呢 它都使用云山木的单板 再来呢测背板都使用桃花心木盒板 好再来比较特别的地方呢 在它的琴桥的部分 这一次所使用是蜂木的琴桥 一般我们常见的都是用玫瑰木 那这一系列 彩色鸟系列全部都是用蜂木来做它的琴桥 再来呢 悬钉的部分 还有悬枕 上下悬枕都使用硕钢 那纸板的部分是玫瑰木 琴桃的部分可以看到彩虹人的logo 那面板呢所使用的是蜂木 好我们再看一下背面的部分 背面呢可以看到它的旋钮所使用这种开放式的复古旋钮 那转钮的部分呢也是用白色 跟一般它以往所用的黑色不太一样 那琴頸的部分呢所使用的是桃花心木 上旋枕的宽度来讲是44mm 那这把琴呢还有比较特别的地方 再来护板 护板也是全新设计的 这个有一点布的感觉 不织布的感觉 而且它会有一点厚度 OK 那这一次推出呢总共会有两种的纸板 那我看到我手上这一把阿罗纳蓝呢 它所配的是深色的纸板 就是所谓的玫瑰木 另外一款呢就是我手边这一款 我手边这一款呢 火山湖橘呢它所使用的是白的 比较偏白的纸板 它是使用枫木纸板 这一系列呢总共有两个颜色 所使用的是枫木纸板 就是我手上拿的这个火山湖橘 还有另外一款杏奶白 都是使用这个枫木的纸板 再来我们看一下琴带的部分 这一支琴带也是全新设计的两个款式 给大家看一下 有没有看到 在你们荧幕的左边 比较浅色系 这个比较米白色系的呢 它所搭配都是枫木纸板 也就是说火山湖橘还有杏奶白 它所搭配是比较这种米色系的琴带 再来另外一款呢 就是如果你是购买的是 玫瑰木的纸板 它所搭配就是比较深色一点的 这个琴带 这都是亚麻的材质 那厚度来讲我觉得还不错 算是蛮有诚意的 大家看一下内装的部分 它其实厚度蛮厚的 大约有将近20mm这么厚 所以整个琴带的设计我还蛮喜欢的很漂亮 那后面也是双肩杯的 OK 这是这一次 a new new mc10彩色鸟系列 全新设计的琴带 总共有两款 OK 那如果说喜欢我们的频道 觉得我们的介绍你还蛮尬意的 右下角有个订阅 帮我们订阅一下 稍微不太一样 蜂木的纸板声音会稍微再偏亮一点 对音色我个人觉得有影响 那至于影响的程度到哪里呢 大家用自己的耳朵来听 我们在录制的过程 不会添加任何的所谓的效果 比如说Effect 我们一般讲的echo或reverb 这些delay都不加 所以你听到的都是原音的方式来呈现 那至于声音的好 话也就由您自己去判断 喜欢哪一把 这个我们就比较客观一点 好 我们把最真实的声音呈现给你 马上来听一下MC10系列 它的声音表现怎么样 Go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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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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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